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在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今天行指的走勢,今天最低是24,046,然後收市升了163點,高低波幅也有600多點,最高是24,694,收市是24,663 昨天現貨收了8mA,後市應該是13mA,後市看13mA,因為美股昨晚跌了,影響到恆指低開增進去, 這應該是調整浪B中的C,這裏是A,看看現貨的位置,由這裏開始上到這裏,這是A 今天這裏開始的B,最低是ABC,今天就完成 B,現在這個B浪,B浪的底是24,046,即是B浪的底,即是C浪是今天開始的,這就是C浪是今天開始的 暫時是這樣的看法 它企穩8MA兩天 最終可以試13MA 可能是明天試 24800多 看看STC的位置 屬於一個相對低位 和MACD的Histogram 都是在收縮 它在收縮代表 指數方面是在做羊竹 它仍然繼續收縮 明天也可能是做羊竹 大機會是做羊竹 如果明天是下跌或是低 屬於明天的羊竹的低位 有機會是這樣 即是說 13MA去到的機會都很大 24800多 如果站穩13MA 後市就會看25200 日線21MA 即是這一條 看看期貨頭 期貨圖的周線 周線看看 今年的最高位跌下來 就是C浪 C浪走到C1 C2 C3 現在應該出C4 有機會 走到C4再破底 才是C5 如果純粹用黃金比例去看 如果純粹用黃金比例去看 這個4可能會到25900 我用IG的量度 但如果用這裡來看 即是用裡面的那個 裡面這個浪的量度 看著幾個位置 可以 因為現在有A有B 可以測到C去到哪些位置 25800 保守一點點 首先要過25100 這些位置 即是要站穩 站在上面才有權 可以去 1.618 這些位置 日線圖 也在收縮 MACD Histogern 也在收縮 也在收縮 MACD Histogern 也在收縮 MACD 稍後 應該可以測到 這個MACD 即是說 都是趨向收陽速 日線圖 如果今個星期收到陽速 如果今個星期收到陽速 上個星期的底 即是23666 這個底 做了C3的機會都大 即是完成了C3 這個機會都大 只要今個星期收到陽速 如果今個星期收到陽速 看看Patreon分享的圖 首先這個是昨晚 昨晚跌下來 看到 場外指數跌下去 用回浪與浪之間的關係 今次就用STC浪 看到這裡有一層跌浪 然後這裡有一層跌浪 然後這裡有一層跌浪 所以拿回這兩個跌浪去比較 看到是 拿回這兩個跌浪去比較 看到位置 就是1比1比例 就是24215 即是如果這裡能夠搜到這個比例 有機會浪就轉上去 所以這個24215以下 就應該是有些支持 當然如果收市的時候失守 就可能會看23900 看到最後就搜到 最後呢 他就搜到 曾經他跌得比較多 跌到他接近1.8 但因為他沒試過 在1比1比例下 即是說如果他 收在這個比例下 去1.8的機會才會大 但他就沒有 他全部收市都收不到 1比1下面 所以這個位置 未必會這麼容易到 所以他就算跌得再深 他也是跌不到這個位置 最後就全部都收回在上面 看到收市 收市全部都沒有收到1比1比例下面 即是叫做搜到 叫做這個浪 全面這個跌浪和這個跌浪 那個1比1比例搜到 搜到的話 就有機會在這些位置轉向 這樣 還有他也有做金叉 所以數浪方面就是 看到A 今天的最低位置就是B 這裏跌下去是5浪結構 1.2.3.4.5 那就是B浪C 那就是5浪結構 這裏是平台浪 A B B 反彈過A的 70% 超過 70% 所以C 就有權不跌穿過A 因為它是一個平台浪 走一個不規則的平台浪 B 走完就走C 現在正在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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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D方面也有些訊號 看到這裏都在走上去 看到 紅色的部分 也想轉去綠色 都可以幫助到判斷 用IG看看 用場外指數看看行指的走勢 看到它的日線圖 MACD 就是在收縮 接著也是在收縮 所以就在做羊竹 看到也是有個 在超賣區以下 走一個A B C 走勢 這個STC 都大機會上去80 這些位置 所以應該估計還有一段 即是MACD有機會再走高一點 即是指數 就是日線圖做羊竹 純粹是拿回這裏的 這個AB浪 假設是AB浪 做量度 這裡有兩個量度 這裡拿回二浪最低位做量度 看到一比一比例是25117的位置 但是如果用2浪結束做量度 如果用2浪結束做量度 即是用B浪結束做量度 就是用B浪結束做量度 B浪結束 來量度是25212的 分別是相差到100點 分別是1比1的位置 看看裡面的浪 看看裡面的浪 這裡就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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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就是B C 然後C C C1應該做了 看看小試圖 看看30分鐘 C1 C1 這個是1 2 3 4 5 這個是C1 稍後 可能會回一下 就是C2 再上C3看看會不會回這麼少就算數 其實是說不買的看這個美股 如果美股昨晚跌完了 現在保持上其實這些位置完都可以 因為20%有權緣了 但當然是比較普遍不會回這麼少 這個是最少回套的位置 但普遍都會是回一半 現在看到就像在走C 還有C 這個是回套A 這個是B 還有C 要等它出多幾支音竹之後 然後出一支洋竹 有機會ABC就完結了 這樣才會上 如果它繼續出音竹 全部都是音竹當然就不會了 所以假如它有ABC再上 它出完一堆音竹之後 它就會有洋竹出來 所以這些都要自己留意 看到小時圖這個 由這個開始 全部都是洋竹 所以這個應該是C1 現在看到暫時全部都是音竹 這個是C2 C2 也會轉C3 就是這個看法 也說一說昨天的事況 看到昨天 看到這裏拉了一個延伸 剛才說到這裏拉不穩 其實這個可以是ABC 這個ABC有權是下跌5浪2 前面下跌下來 這個是下跌5浪1 然後ABC就是下跌5浪2 這樣也可以 但是未必是 因為它只能夠說這裏是一個ABC 它結構是535 即是一個色套 1比1 也站不穩在上面 只能夠說 它是一個ABC 即是任何浪的配搭 配搭上這個ABC 只要是 成立到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前面是一個 前面跌下去是一個A 這個ABC可以是一個B 加上這裏 1 2 3 4 5 就是一個 向下的ABC 這樣就轉上了 所以這裏 去到這裏 這些位置 見到 瘦1比1之後 它收回在5浪2 下面 收到5浪2 下面之後 它一直都 可以有權一直下跌 直到它站穩5浪2 直到它站穩5浪2 這樣才是 代表這些位置有支持出來 有支持出來 可以在站穩5浪2 之後 就看好 或者趁它回的時候看好 這樣 止蝕就可以放這個位置 要看風險承受的程度 如果承受不起太大的風險 可能一跌穿就止蝕了 這裏有幾種做法 第一種就是一跌穿 看好就要止蝕了 等它再站穿5浪2 再看好 即是這裏一跌穿這裏 這裏一跌穿 這裏就止蝕了 但是如果看到它又再站穿5浪2 再站穿5浪3 再站穿5浪2 再看好 有它的意義在這裏 因為它收穿才看得比較淡 因為它有時的浪 始終這裏以下這個部分以下 它有支持的話就算跌穿也會馬上上去 表示這裏以下的支持都比較大 所以如果用收穿來做止蝕 這裏沒有止蝕到 即是在這裏繼續看上去 因為它收穿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在前面這裏的底部之上 所以這樣就沒有止蝕到 繼續看上去 即是捉到這一層的升浪 這裏是其中兩種做法 第三種 第三種是跌穿就看淡 看到跌穿之後看淡就馬上上去 其實就會有了重多次止蝕 因為它一站穿5mm就要看上去 所以這裏看淡就要止蝕 這裏有這種做法可能會止蝕兩次 因為在這裏看好 但一跌穿就看淡 但又上去 因為看淡就沒有什麼空間 除非它在這些位置又轉回反手 反應慢一點又要止蝕多兩次 但最後還是捉到這個升浪 只要這個升浪能夠遮蓋這兩個止蝕 其實長遠應該沒什麼問題 這裏有三種做法 剛剛說的第三種做法 就是有機會止蝕一次止蝕兩次 但同樣會捉到這個升浪 另外就是數浪 不是靠5mm的 而是數浪 數浪方面要看30分鐘圖 然後找到1,2浪 看到這裏下跌的1浪2浪 量度一下它 看到1,2浪 然後這個應該是3浪 3浪看到是去不到1.518 就是3浪比較短 3浪短的時候 去找5浪在哪裏呢 就要用1至3浪的波幅 和4浪比較 1至3浪比例 通常是3個位 0.382 0.5 0.618 最後是去到0.618 1,2,3,4,5 5浪大概在這裏 這個就是靠數浪到5浪結束 然後再看好 在這裏 然後又知道這個是4浪 1浪在這裏 4浪也沒有跟它重疊 然後數前面的浪 又會知道這個是5浪結構 這裏是一個的 可以這樣數 A,B,C 又或者是A,B,C 兩種數法 其實都是數到這裏 有機會有個5浪結束 看回現在的走勢 看到 都在做C2浪 因為這個位置是 今天底部是B浪結束 看到C1,C2 看到C2浪還在繼續 看看C2浪 如果稍後是能夠 看到C2浪 如果稍後是能夠 看到是在走勢 A,B,C 如果能夠升穿B 要等它跌穿了A 差不多跌穿了 看到A,B,C 如果是C2浪 如果能夠升穿B 應該會確認到調整圈 但如果A,B,C 反彈再落 反彈再落 即移動阻力一直都沒有升穿 或者沒有收穿 看不到上 起碼要升穿移動阻力 或者收穿 這樣才有機會繼續上 看一看上陣指數走勢 看上陣指數 暫時看不出它是在走什麼浪 所以要靠其他指標去判斷走勢 日線圖 看到A,B 找到C 已經去到0.786 C是A的0.786 有機會去到1比1 即是3507 那些位置 如果3507 那些位置 還可以是A,B,C 繼續上 看到A,B,C 有機會繼續上 如果去到這些位置 站得穩 如果站不穩 甚至去到3,406 也不頂 那些位置 可以向上 就是這樣看法 看一看 道指的走勢 看看道指的日線圖 看到它是沒有破底 蠟子的破底 也有原因 因為它反彈超過70% 所以這裏可能是一個平台浪 這裏高位跌下去是一個平台浪的A 反彈70%是一個平台浪的B 它可以是一個平台浪的C 如果它是平台浪的C 就有機會完 上去破頂 因為它是一個調整浪 A,B,C 可以破頂 就是這樣看 只要從這個位置開始 數到5浪的結構 就應該有機會完 調整浪的C 就有機會完 如果在4小時圖 就像是一個A,B,C 或者是一個1,2,3,4 可能同差一下才轉 但如果去小時圖看一看 就可能會看到 看看會不會看到其他的訊號 如果這樣 叫做30分鐘圖 都勉強數到5浪結構出來 嗯 看到是1,2,3,4,5 然後3可能在這裏 3,4,5 或者是1,2,3,4,5 其實都可以的 它這裏一直在橫摸 看它橫摸的時間有多久 看到拿回4浪和3浪的時間比較 看到3浪 都是用了25至81 4浪 是超過了3浪的時間 雖然4浪最多可以去到3浪的2倍 但是其實就是 暫時只能夠排除不到它是4浪 其實可以是這樣的 1,2,3,4 可能還有一個5 但是如果它繼續在這裏 再磨 再磨久一點的時間 那就不是了 那又不是那4浪 再 看到它反彈比例方面 它是去到0.382 這是比較普遍的 這樣就是 現在就可能可以靠它來判斷 只如它稍後來找到這一個比例 那這一個比例 這位是0.383 這個比例 如果一直都站不到在上面就要看它磨多久 站不到在上面就有機會有個五浪 一旦出現了五浪 有機會這個平台浪就完成了 它出現了五浪 即是C這個位置都完成了 A B C C是五浪結束了 就上去 看看蠟子的走勢 蠟子方面就是小字圖 它就像是圓了五浪 看到這裡開始是一二三四五 就是這樣 但是蠟子又有些不同 蠟子呢 剛剛數到這裡有個五浪 它可能這個跌下來是一個W浪 這個是S浪 這個是Y的 Y裡面的A 可能這個是B 這個是C W是SY 關鍵位就是它這裡跌下來 究竟是否有個五浪的結構 暫時就 即是不太明顯 或者是先不去 先不去估計它究竟是五浪還是三浪 如果是五浪又可以是怎樣 如果是三浪結構的話 這個位置如果是三浪結構的話 這個位置如果是三浪結構的話 它是一個W 因為它反彈不夠70% 所以它會破底 它反彈不夠70% 它反彈不夠70% 它就不可以是三浪結構 它反彈不夠70% 它就不可以是一個平台浪 也不可以是二重三 也不可以是二重三 即是說它是當它是一個XZ 或者當它是一個雙ZZ 去處理 ZZ的話 其實通常C都會跌穿A ZZ的話 這裡會有個五浪結構 剛剛都數了 就像是剛剛好做了 五浪結構 所以如果這裡是一個535 就有權做了 跌軟 但如果這裡是一個三浪結構的話 那就是一個W SY W SY 之前也說過很多次 Y就要最少是W的90% 還未到 還未到 所以這個納紙就有可能 還要是下低一點 納紙可能要到這些位置 才上去 關鍵究竟到不到這裡 這些位置 14611這些位置 到不到就好看前面 但這就是一個W浪 如果前面是一個ZZ的A浪 現在可能是跌完後就上去 但如果這裡是一個W浪 即三浪結構 這就是一個W浪 就要到14611這些位置 就是這樣看法 看一看黃金的走勢 黃金其實就是比較難搞的 因为日线图处于相对低位 所以如果在相对低位再看淡风险也大 但问题是月线图有其中一个数法是有可能跌到1500多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是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 如果在相对高位即是前面的位置相对高位 看淡风险如果升穿中间的那些顶可以是 例如升穿这些位置暂时最近就是这些位置 即是1760 这些位置是移动阻力 一直跌下去移动阻力方面就是这个 然后移动到这个 然后移动到这个 看看它会不会再下跌 如果下一支是阴竹 那就移动阻力应该就是这些阳竹的顶 但始终它是相对低位 日线的MACD 比较麻烦一点 或者看看月线的比例去到哪里 看看月线图的比例 上个月是不稳0.236 所以上个月就收在0.236下面 今个月就应该逐级下落 今个月的任务应该就是收在0.382下面 再下个月的任务就是收在0.5下面 甚至乎是0.618下面 所以今个月只要是收在0.382下面 就算是完成任务 即是1764 收在1764下面就算是可以 所以下个月跌穿1717的机会也大 只能说是跌穿1717的机会大 就不知下面会否有支持 又会反弹上去1764 这个比较难说 因为日线始终是相对低位 所以如果下个月再下这个比例 如果一有支持 可能随时会反弹上去1764 可能反弹上1764又会被沽 下一个比例 即是下一个比例 即是1670有机会是这样的 估计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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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1的比例 就是这个浪和这个浪 乎1比1的比例 就是到的 93.832就到了 所以还差一点 碰到那条89ma 到了的那条 然后上面那条ma 可碰可不碰 但是看见到它那么近 其实都可能会先穿 再次穿 要留意去到1比1比例 就有个关键 因为它站不稳 它可能会试回0.764 可能試一下再上升 但如果企圖都可能回一回 如果這個星期企圖都可能回一回再上升 下個星期可能先陰後陽也有機會 因為他始終都是升了四個星期 可能下個星期休息再上升 甚至下星期收小陰燭 這個比較難說 但現在始終是去到1比1的比例 所以都是比較重要的一些比例位 那就要注意一下 看會不會在這些位置上會有沽壓在上面 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裏 還可以按讚訂閱youtuber 還可以分享給朋友觀看 也可以考慮裝回youtube的會員 或者patreon的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